1.血压升高 调查发现当血压突然上升到200、130毫微克时 表明血管开始堵塞 因为血管被堵塞影响血运循环速度 导致血压上升 2.脾气暴躁 血压升高会刺激神经系统引起疲劳 情绪失控 还会引起自主神经系统思维混乱 突然头晕和头痛 这很容易使人在遇到小事时感到烦躁和发脾气 3.手脚冰凉 间接性脖形 手和脚在人类血管的末端 一旦血管堵塞 血液就不能及时输送到手和脚 导致手脚冰凉 或者长时间行走时脚痛和一瘸一拐 4.突然胸闷和胸痛 锻炼期间会出现愤怒、紧张或压力过大 胸闷 有时当工作感到兴奋时 有一种胸部被挤压的感觉 疼痛通常从胸骨后开始 也可能发生在手臂、肩膀、脖子、下巴、喉咙或背部 有些人甚至会感到消化不良 5.锻炼后 气喘吁吁 久久不能停止 过去运动后休息一会儿 气喘就会平静下来 但最近运动后它会非常气喘 而且不会停止很长时间 然后你可能需要去医院检查血管是否有问题 养血管就是饱寿命 平时可劲和血管干净寿命长 要想达到更好的效果 喝水是最好的方式 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养护血管的要是同源的食物 帮助清理血管、毒素垃圾 养护血管效果更好 也被称为天然清洁工 制作方法 清浅柳、沙集、牛蒡根、荷花、菊花、山楂、桑叶、菊名籽、玉米须、葛根、槐花、配置成茶包 帮助疏通血管、降血糖、血脂、血压 坚持一个月等你的好消息 优优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